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掌握世界两制共业革命的命脉 那是真的会让你想象不到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很痛苦的地方就是 我们来说到我们的科技业 我们觉得世界最厉害的 全世界我们走在世界的名端之上 天下无敌 回头我们看我们的政治人物 我们要去看歇国两制的获射 我们要看那个什么马文君这种获射 我们的政治人物他妈的不要脸到几点跟你讲 他们跟得上台湾科技 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 我们在世界可以刺诈的方面 回到国内看到一些政治人物 他妈的比那些什么小鳖山还不如 可是我们的人民选出这小鳖山 这种小混混这种等而下之 不三不四不入流的人 当我们的政治人物 说要帮我们带领台湾 我听到会吐血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人普遍的民智未开 这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 我们可以走到云端的人 我们要被拉回来 天天讨论这些 这些 被网粮了 他妈的什么小丑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黑社会了 完全在掌握台湾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要叫醒台湾 让台湾人看清楚 一个国家必须要精英带领 不是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我叫他不三不四喔 为什么 我跟你讲 这些人不要弄下 要是高阶人士 我就可以把他打趴了 你这哪个政治都能 来来来来 你跟我来辩论 你哪一个能够辩论 连我这个孙夫 你都干不够我 你怎么带领这个国家 各位 这才是我们要讲 要说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讲 我们想这个 我都非常的愤慨 你知道 国家没有让精英带领 只有让疫情不三不四的人带领 一般人真的 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感觉 比哀啦 比哀啦 讲多了 我记得我当回来的时候 我就公开跟他们挑战 说可以接受到你们辩论 你们为什么亲共来辩论 我好像在什么 不然是家人有提出这种要求 没有人敢跟我辩 我跟你讲 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 但都不会输啦 都不会输啦 什么叫BI BI 不要BI要AI BI是什么 BI喔 你是说BI喔 我不知道台湾人 什么时候才能够提升 基本大概平均水平 什么时候才能看懂 一定要让精英带领这个国家 不要让那些牛鬼蛇神 在介入我们的政治 像借国梁这种第三下士的人 像马文坚这种 为什么还能在我的地瓜目睛 让我看到 让我快吐了 你听到吗 我每次看到这些人 我真的想吐 但是我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还要选他 还是你根本 你跟他一样 你没有说是没有关系 你是要分得出 谁是好的 谁是坏的嘛 谁是有能力的 谁是没有能力的嘛 你连接着红尾出 那是什么 怎么办呢 黑金得要见面 黑金得要见面 我是一直都希望他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做 但是我不是一开始讲 牛鬼蛇神要么招安 要么见面 两条路走一趟 招安 招安之后就是管理这些牛鬼蛇神 让他们走路正道 因为他们在地方的经营真的很绵密 好我跟你不计前嫌 你来接受我的管理 接受管理之后他就走路正道 刚刚那三口主 日本黑社会也是接受管理之后走路正道 黑社会我最后没有在打打杀杀 你知道吗 他就在台湾说 好我把这黑社会 地方牛鬼蛇神走路正道 我觉得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不听的 不愿意接受管理的 歼灭掉 再来个一清也不奇怪好不好 不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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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什么 这些地方牛鬼蛇神的 我跟你讲 如果在台湾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话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共识的话 你觉得赖清德会不会做 政治人物就是呼应人民的诉求 如果我们把这个声音做得更大 更多人赞成这种说法 赖清德他就得去做这个事 那以后台湾才能政治一步一步走到清明之道 老一辈的人投票方式都是讲人情的 所以他们被黑社会绑架很正常 但是我跟你讲 每隔四年 这些老黑人要走 要走到上百万人了 好不好 所以只有让时间来改善了 当然这年轻人一定要什么 我们新生代一定要是干净的 是有能力的 新生代些教育什么 年轻人起来 老老那些人 什么都不懂 十八丹四年的人 那他被淘汰掉 这不是才会清明 但是不要说上来那些人 年轻人要替补上来那些人 也是小草 爱情很麻烦 我今天来跟朋友讲说 为什么他们被他这样小草 他们为什么不生气 你可以叫他小树 可以吧 小草是让人家践踏的 你知道吗 是不是小草 小草是让人践踏 像小草 柯文哲你不要叫他们像小草 你叫他小树可不可以 小树是会长大的 小草是长不大的 所以要长大 小草要被割掉 要不然就被践踏 好不好 这是他们这些 这些卤蛇这么卤蛇 背了一下小草还蛮一样 哦 头上还带一颗小草在那边 哇靠 没人想的 没有毒素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笑他们是卤蛇 没关系 就笑他们 让你警觉到 你们在社会的定位就是卤蛇 台湾最低级的卤蛇 现在声音比高阶的人还大 一死的而已 不会长久 不要想起来 我跟你讲 他们那个什么 我常常讲胡锡语 中国胡锡语的案子 我今天在推特上有看到这一段 说北京高官高占详 因为需要器官移植 而他是因为RH阴性 因为胡锡语是RH阴性 之前我们是知道说 有高官阴性的高官 需要移植器官 所以找到胡锡语 所以我不是现在讲 胡锡语他根本没有资格 进入志愿中学 因为志愿中学 是个实力学校很好 所以他们校长居然找到胡锡语 说不可录取 你15万的案家费 被这样被弄死了 而这个事情 我们以前只知道这个事 但是现在已经他们 他们情报出来了 是北京的高官叫高占详 需要移植器官 江西官员找到志愿中学 校长刘古来寻找匹配器官 刘古来在本校学生中 没有找到匹配器官 后来扩大体检 范围在桃园中学 找到胡锡语 配型成功 于是将胡锡语 特招到志愿中学 然后杀人取器官 供高占详做器官移植 最后器官移植失败 高占详还是死掉了 87岁 高占详还是死掉 器官移植他也是死掉了 但是害死了胡锡语 胡锡语的妈妈为了找真相 断然拒绝200万 200万等1000万 他妈妈拒绝200万 中国人200万很多 所以她妈妈是个很了不起的母亲 能够拒绝200万 很多小孩出事 人家给他20万案价会 他们父母就算了 不再追究 他妈妈拒绝200万人民币的赔偿 他不愿了解这个案子 他就说断然拒绝200万现金 来了结此案 国际著名刑侦专家李昌玉教授认为 一个15岁的少年自行 离开学校的可能性不大 从已经知道的情况下 看人已经被害 但是说李昌玉就这样讲 后面当然是知道 确定就是被害了 只是说那个什么高占想 最后也是没有救火 可是他害死了一条人命 但是这个事情我跟各位讲 未来都不会有 不会再有人报道这个事了 我们是海外在讲这个事了 这个人已经把这个资讯拿到什么 拿到美国去了 他们把这个资讯交到美国 有个胡欣宇的视频 在推特上都有 可以去看嘛 胡欣宇当时被人家害死的那个视频 是有人拍过 他删除掉 被人家强制的复原之后 不是很清楚 我把这个证据已经叫到美国去了 有人在努力的 中国跟你讲 中国有人在努力这些事 他妈的 剧原中学下长 有古来这个人他妈的 不过没办法 没有搞改朝换代之前 这个人都还是逍遥华会 因为他们是共换结构 共换结构 只能把整个共换团体 搜网全部抓 抓住才有可能判 找这些 就是判刑这些人 我跟他讲 他们这些永远逍遥华会 这就是我故意 你能接受 明明知道这个官员 害死了你儿子 但是你对他有两个人 你如果在台湾 你会认识 你听到吗 在台湾里面也认识 但是中国这不是常有 好不好 不要再说中国也不错了 不要再说中国也不错了 他西游血型 因为他RH阴性 RH阴性很少 所以同样的RH阴性的患者 不是说血型一样就配对就对 那基本血型一定要一样 那血型一样他已经很难找了 为什么 高占强还是死了 他基因还是不匹配 但是至少血型匹配了 他去哪一找呢 所以这种RH阴性的患者 要找到什么 同样是RH阴性的 还要带基因匹配的人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找到一个同样是RH阴性的血型 他就开始强行 强行去移植嘛 最后还是死掉 结果是做监制服的 对啦 所以上次不是那个谁啊 他不是被他讲出来 哪一个高官 文化部的哪一个部长 不是也死了吗 他的朋友不是出来讲一句话吗 器官都换过一次了 所有器官都换过一次 还是死了 为什么中国高官哪一个 他也不是九十几岁 他也换过多少次器官 这种国家喔 还有人去认同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们如果还有人去认同 我也没话可讲 我在我的那个频道 有发了一篇 蔡霞女士的文章 蔡霞为什么发蔡霞 蔡霞是什么 蔡霞是中共的什么 党校的教授 老师跟我之前讲 中文那个朋友 不讲他的名字 他们都是党校教授 党校就是在训练这些什么 共产党人 表示这一群党校教授 有一些人 包括蔡霞 包括我那个朋友 其实他们对共产党是有信仰的 他们是认为共产党真的要造成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觉得说 所以共产党用左派的思想 可是只从毛泽东上来之后 都打着左派的名号开始弹杀所有中国人 然后到现在 包括习近平 习近平开始要走文革路线 走毛泽东路线的时候 这些人才开始惊醒 完蛋了文革要再来 他们曾经最大的噩梦 不容易过去了 习近平似乎要把文革重来 这些人就开始 蔡霞跑到美国去 蔡霞来过台湾 之前上过谁的节目 上过呢 上过演艺吧 所以说蔡霞也是很有内涵的一个人 他不是写了一篇 他认为台湾应该 他建议台湾放弃中华美国这个国号 他觉得我们应该用台湾共和国 他这个理论 我觉得跟我们台独的思想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我们台独的理由 我讲过很多次了 没关系 我说我可以再提一次 因为什么 台湾为什么要 台湾是美国占领区 蔡霞都这么认为 他认为台湾确实是盟军占领 跟我们的认知都一样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说蔡霞讲就对了 而是说如果有一个共产党的信仰者 跑到西方之后 他也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让我觉得更加的坚信这个道理 所以我就说 首先 美国对台湾的法案都叫台湾法案 没有一个叫中华民国 其实 其实是什么 美军 每次对两岸的发言 都是美军的高级军官部 比如说什么 英泰沙皇 比如说什么 太平洋舰队司令 美国海军 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还没有 美国海军跟空军的将军 总司令都发言过保护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军方可以发言 国际事务 因为不是国际事务 台湾就是美国人 所以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精便 却没有人跟台湾什么 建交 没有人跟台湾附交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一直讲 中华民国在台湾之间外衣 对台湾不但没有好处 而且牵制我们的发展 今天蔡侠长这个话 我是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 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能够 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臭臭 你们有兴趣可以到 我的频道有一个贴文 我也把这个传上去 因为这篇我看了好几次 我看得很开心 他也说 开楼宣言 开楼宣言只是新闻稿 只有美英中三国代表 没有当时的苏联代表在 当时的同盟国军 四国并没有签署条约 开楼宣言不具法律效应 所以你看这些人 我每次在频道 讲这些 讲这些台湾独立这些东西 台湾是美国占领地 他们就拿开楼宣言来讲 我就今天再跟你念一次 开楼宣言只是新闻稿 只有美英中三国代表 没有当时的苏联代表 当时的同盟国军 同盟国军四国并没有签署条约 开楼宣言不具法律效应 这些小伙伴不要再跟我讲 开楼宣言怎么样 开楼宣言只是 好了我就问你 国业国之间不是用宣言可以解决 国业国之间有正式的条约 你要把你日本要放弃 台湾的管辖权 台湾的什么 所有权 你要办交接啊 他会陪警察 买一个房子 说这房子我买了 没有过户 这个算是你的嘛 国际之间哪有这么荒唐 国际之间怎么可以用一个宣言 来代表什么 你一家宣言是什么 小伙伴你哪不知道宣言 就不要出来丢脸 小伙伴不懂的宣言是什么 不要出来丢脸 国与国之间不可能靠宣言 所以为什么 我说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 所以前两天印太沙网做了这些事 我再重复一次 前两天印太沙网说 保护台湾已经写进了美国国军的要案里面 就是说国台湾他们的责任 因为基于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 只有美国国内法能约束美国国军 如果这十个国际条约是不能约束美国国军 美国军队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中美的什么 下海公报 一个什么宣言 一个公报 公报跟宣言是一样的效率 一个公报能够约束美国军队吗 当然不行 因为这是你国际间的条约都不算 这个公报而已 所以这个泰化罗他这样讲 基于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是美国国内法 美国将军 美国军队当然要遵守美国国内法 他怎么会遵守你国际条约呢 是不是 这个道理其实很多 我们在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每天都有些新证据出来 每天都有证据 你把我讲这几点 你仔细去想一想 就知道我们讲是对的 我今天也跟一个朋友讲这件事 我说 他说你这样 就用台湾独立有效吗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民间不能没有台独的声音 我说我能力推翻 没有能力被动台湾独立 但是我们要有人去做民间的论述 让台湾人民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东西 有一天 美国开始要推动台湾独立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从台湾 台湾不是从中国独立 台湾是从美国军管下独立 那时候需要一个台湾的什么 风头 台湾人民表现我著名自觉的意愿 美国没有理由不接受 因为美国自己是从英国独立出来 我们在做这些事 不一定我做这些事 能够让台湾变独立 台湾要不要独立 这个还是美国的意思 要看美国的态度 当然我们要去做争取 去做官司 去打官司 这个是可以的 基本上民间这个论述不能没有 我只是说这些事 民间论述不能没有 美国是台湾的领土 台湾全流 台湾人民 对啊 一龙说不少国军 不要 尤其在美国国会 老师不承论开了我宣言 就算承论又怎样 宣言而已 宣言而已 宣言代表什么 但是我们的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内法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较量 但就是说我们每天就要讲这些 我讲那些小晚能快听懂 让台湾人听懂 这个东西完全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 你可以找到很多佐证的地方 从国际上找到佐证 那应该就对了吧 那也不会错了吧 我不是我半夜再加一次想一想 还跟你在节目上讲的 这个都是国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啊 河里边从美国独立出来 曾和美国一周 或回归日本都可以 这一点我当然就同意 日俗美战我都同意 我就说日俗 我也同意美战 我也同意 台湾独立我也同意 正名字线我也同意 只要把中华美国这个外衣给抛掉 跟中国划清界限 井水不换河水 这样我就同意 我就愿意去做 所以我算是个比较开明的人 我没有固定 因为日俗的人 看不起美战的人 美战的人 也看不起台独立 台湾独立的人也看不起正名字线 他也是个比失恋 另外我是不站成这样子 我就这样不好 不好 这样会不会团结 好了 正想其实我当然谢谢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夏威夷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 夏威夷的本 夏威夷的原住民他们打官司 美国政府最怕你打官司 因为他们法律这件事情 是不能模糊的 在美国的观点 法律是不能模糊的 所以美国政府本来讲 模糊的开单 结果你一打官司 他都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你一打官司 他就必须要大把官出来 试解释这个问题 他就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 没有那个投机取巧的空间 夏威夷也是这样 才成为美国的国土 未来台湾就是要走这些路 有人在推动这些东西 你们相信 有人在推动这些东西 我们团队里就有这样的人 台阁棒 一边一口也 我也赞成了 夏威夷当出美大使 昨天我有听到这个 当然我没有意见 现在你们发现 各位你有看到吗 未来 萧美琴并不是要做一个 无声的副总统 他不是只做一个备位元首 萧美琴会做很好的外交 我感觉 他现在也在动起来 他现在不是在捷克吗 人家还没上位 跑到捷克去了 而且他不是说 不是说捷克也要欧盟 他都会走归圈吗 萧美琴好厉害的 各位 赖清德在家里 好好的把内政搞好 萧美琴去把国际弄好 我觉得这样对什么 对八年后 萧美琴的声望是有帮助 对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 也是有帮助 你一定要去世界各国 跟人家把这东西弄清楚 其实这是主动出击 各位 萧美琴去欧盟 这个是赖清德的意思 赖清德是在主动出击的 赖清德不是在家里等你美国人来 不是等你 这些可欧盟 什么国家的议会 议长来台湾访问 蔡英文实在就是很多人来访问 我们青帝 压没赠人 副总统就已经在那里洗来洗去 这就是 这就是主动出击 你从很多地方就看得出来 所以赖清德真的是个强硬的人 他一直在一直要做事情 一直要做事情 所以我就说 还没上任 上任整个官僚系统都动起来了 你看你看 我们的邱国阵两个人多钱 邱国阵以前两个人多钱 对不对 人家那无人机他也不敢 夏天开箱把他打下 无人机都不敢把他打下来 那人家用石头打 打在中国称为笑柄 无视频 那你把这个东西当笑柄 笑死了 现在他说可以第一级了 以前第一级说 你打我我才能反击 我以前说台湾只能反击 现在我们可以第一级 只要你越过中线 我就第一级就可以打你 这改变多大 你们真的没有发现 但赖清德的威力有多大 我还没有上台 整个就都变过了 整个都改变下来了 这个就是强硬的开始 而且我跟你讲 不光是内政在强 对共产党态度的强硬 对欧洲 从欧盟各国开始主动出击 因为我们的小美群 副总统已经在捷克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看有的人 你就看懂了你就知道 清德亚真的不是一般人 一直在部署 而且他这两天跟台积电 跟那些什么 跟那什么 科技业的那些座场会 我觉得工工的重量 对我讲到重点 这是很了不起的 你一个总统 当然因为 以赖清德的头脑 他毕竟是台大的 才愿意去了解的话 这个世界最后都不是 最后都不是问题 你说被 郁龙没有谁在乔市 这也要查 这可能还查 这只是顾民党一顶人 还有谁 我是说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几年了 为什么还容许 郁龙在这边 我只是想问这个问题而已 顾民党 你如果顾民党执政 那我就罢了 民进党执政几年了 郁龙还在那边乱搞 为什么要这样搞 而且你看电动车给他 100多亿的补助 给我补个屁出来了 屁都没有出来 好不好 而且IH150多亿 谢谢邱国振被 郭喜逆称为美露用的大蚌鼠 这个 郭喜讲这个是对的 是不是这样说 你邱国振 人家无人机来到你 你马祖上空了 你都不敢 不敢下令 我跟你讲 只要步枪就能把他打下来 因为那石头 石头砸都快要砸大了 所以一支步枪 照一秒准就打下来了 你不敢打 不敢打到人家笑死 其实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犹豫的东西了 你无人机都已经来到我的上空 为什么不能打 我就问你 我们的国际 真的软弱到这个程度吗 振动机 振动机来到 轰炸机来到 让你的上空也不能打 只要你基督我而言 你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打下来 我说这个东西都符合国际 根本没有考虑的余地 但是你看我们那个 大蚌鼠也硬起来了 表示这个大蚌鼠 他妈的很会察眼观色 他知道你察眼闻软 你察眼闻软 你察眼闻软了 我就会吃贵贵 现在 还没有上台 你看他现在变硬了 这些官僚他妈的 官僚要有人压住 搞政治要能压制 这些官僚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要是画的叮噹 你懂不懂 你可以喊动 科文者最大的问题是画的叮噹 所以我跟你讲 不要再找一个素人 任何东西不要再找一个素人来重振 根本没有那个低 没有那个威望 没有那个人脉 没有办法画的叮噹 我像这样一开始 要不要做人就这样 大家战战兢兢 只要是画的叮噹 动官僚比什么都重要 这么一代 台湾真的会很好 真的各位 别怕了 大石井三十个岛 台湾要发展日俗美战论述 可以研究民主国家 两国 两个一国两次成功范例 加大河 鬼北克美国和苏格兰 这样 这东西其实有了 已经有论述 其实我是有看过这些论述 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大错 但是我是认为执行者不对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就像这样 各位讲 就像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 比如说郭文贵 比如说台湾民政府 这两个团队我都不认识 但是我们跟他有一些 有一些关联 有一些联系在 但最后呢 我反郭 我不喜欢郭文贵 我反郭文贵 很多人骂我 但是我跟各位讲 我没有理由相信郭文贵 因为这是美国司法认证 美国司法把他抓起来 而且不让他 不让他被什么 不让他探视 所以呢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什么 该相信郭文贵 还是相信美国司法 我最后一定选择 相信美国司法 人家三权分立的国家 那凭什么叫他对你 人家美国司法 破坏郭文贵 是在讲什么 没有必要被人家这样洗脑 包括民政府也是这样 他被判刑 这我就很简单的道理 你官司处理好了 再来说 你官司没有处理好 我只能相信司法 我只会 我的立场就是这样 我的立场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理 我凭什么替你深怨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当然相信司法 所以只要被法律判刑的人 他一定 为什么说政治就是 判刑定验了 你就失去了什么 政治权力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不关系一下 郭文贵也进行 进行 我早期我支持郭文贵 你们还没有 我还不知道 我也多支持他 后面只是把他看懂 所以包括郭文贵 包括台湾民政府 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以为不要再来骂我了 你们的官司处理好了 我生死相随都可以 你官司都搞不定 难道我不相信司法 民主国家司法 很少会出问题 很少会出问题 尤其是说 司法去什么 去破坏郭文贵 司法去破坏什么 去破坏林志森 我都不相信 这些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没有办法相信 好不好 这些事情 你们要骂我也没办法 我们 我们做人 基本立场就是这样 这一件事 我不是太了解的东西 我不可能去相信 你的片面之词 我只能相信司法 好不好 OK 俄国人说中国所谓的底线 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能中国人就没有底线 其实我只是说 因为我的言论 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都有收到 我一直都有收到一些信 你知道吗 当然鼓励我的有 骂我的人也有 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 拿来在节目中 来做解答一下 所以你们说 要怎么说 我可能有人写信来骂我 讲这我就 所以我就在重申我的立场 我不认识你 我只能相信司法 你告诉我司法是破坏你的 我靠 每一个被判刑都说司法破坏他 那我要相信谁 这最最简单的 因为是说 郭文贵的支持者最好笑 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骂我 这是美国的 美国是三权分裂的国家 你美国要让司法去破坏你 那是大大的事情 那是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把你的脑袋放 美国谁要破坏你 告诉我 谁要破坏你郭文贵 就一个叫我听话 美国司法能破坏你郭文贵 这是无名其妙道 莫名其妙到几点了你知道 你们不要把中国的那一套拿来 拿来国际上看 中国那些破坏 中国就是没有司法 美国是三权分裂的国家 台湾也是三权分裂的 哪怕你说你对台湾的司法 再不认同 我告诉你 那个体系还是在 台湾的司法 绝大部分还是公正的 所以你如果说自己被判刑 就是说司法破坏我 现在我是不信的 当然蒋介石实在被司法破坏是正常 现在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们选择相信司法 这是简单的杜利 我没有能力去分辨 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被政府判刑 说你是好人 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些 好不好 我们只是把一些基本态度理清 你讲过多的用感情的看事情 我认为你永远不会成功 而且没有价值 我说一个男人走出家门那一天 就要用理性来面对这个世界 越理性的人 你讲话越有内涵 我不是常来说 蔡英文破坏我啦 拜登破坏我啦 现在我疼不了 我真的听不下去 我们就想看有一点点智商的人 有一点理性的人 都不会相信这些事 啊